全球股市近期高檔賺盪 让不少投资人将手中银蛋转进收益型资产 只是看看美国十年期公债值利率 过去四十年来缩水只剩下十分之一 近期多在1.3左右的低檔徘徊 究竟债券怎么挑专家来交战 整个经济的复苏状况是在一个 比较正常的一个轨道 比较低的一个维率是可以期待的 以现在来看的话 高收益债的维率大概是在2%以下 这样子的一个水准 应该要投资比较一个强势的市场 或者现在整个的一个疫苗施打率 比较高的一个国家 那以开发国家来看的话 目前我们看到的比如说美国啦 选择债券第一步就是要看殖利率 看CP值各类型债券比一比 美国短高收每单位存续期 所能得到的殖利率达到1.55% 比美高收的0.97%和美国投资级 0.25%都来得高 第二步则是要留意收益与风险 那我们认为其实在未来一段时间 投资朋友可能要比较着重的是在 整个的一个利率的一个风险 那利率的风险我们怎么样去规避呢 那短天期的债券其实相对的 因为它的一个存续期是比较短的 那受到利率波动影响就会比较小一点 那短天期的债券 什么样的短天期债券 可以提供比较好的一个收益 我们其实认为大家可以去着重的是 短天期的高收益债券 身处低利率时代 除了股票之外 投资人将债券纳入配置 就能让资产更加稳健成长 东森彩经新闻 叶子晶杨超成台北报导 然后再上次行 我后来看它们的高收益债券 在前面中的大小时产生 那么多好 到一个比较短天期的 你现在大概没有 我现在就能复得到 起来 我们现在来看它 所以我们可以评设 这就是一个